每回一到拍摄的时候吧 师兄也不知道去哪躲下去了 这个曼谷被发现 M 宝马的几天钥匙 这是什么车 新的车才有卡片要出来 这是M的 新的M的车 M4 新M4 这是新M4 是M4啊 找我就对了 就是要这种高性能车主 来试M4这种高性能车 你别看M4只有六个气缸 但是中国的雷天板可是有510马力 S58化动机相当了得 我那个车才476马力 并且新的M3 M4外观还是非常的夸张 前面有巨大的进气格式 老远一看就知道那是M3 M4 别什么普通三系四系五系都要 不是M4 5系 真是5系 5系就5系 5系也是一台好车 对不对 它好在哪呢 它好在 路上多 买的人多 5系一个月在中国卖一万到一万五千台 所以说呢 非常受欢迎 我来带你看看路上道路有多少5系 走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路上道路有多少5系 我们来计个时 现在是13点30 好 我们花十分钟时间看在路上能碰到多少台5系 对面一台 牌子 看这边 这是这一代全切款的 深色的 第二台 第三个 160的武器 第四个 对面黑的 F18的武器 这是一个后期款的525 第五个 又是一台160的武器 530 这是第一代家常的国产武器 第六个 这个金色的上一代F18的武器 523 第七个 5系GT也算吗 也算一个吧 5系GT 也算5系吧 好不好 第七个 第八个 对面的 又是上代武器 第八个 这是个低配的525 这是小能的 第九个 这个金色的 上代的 嘿嘿 第十个 530 13.40 十分钟 在路上碰到十个5系 是不是 数量还挺多的吧 而5系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啊 我自己总结了三条原因 第一 卖向好 来吧 展示 哎 你有没有感觉那个味 对吧 你看5系这个级别 BBA的三个车 A6 虽然这一代A6已经非常年轻了 但是你不可避免的会买到一台黑色的A6 你看黑色的A6出街 就感觉 是不是这个领导是啥的感觉来了 对不对 奔驰E级 中期改款之后的E级呢 外观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你懂的 而5系这个外观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宝马一直是驾驶者之车 我很年轻 3系讲年轻 C系讲年轻 那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5系这个级别本来很犹豫 讲年轻就显得相对来说 读书一致了一些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不管是多大年纪的大叔大爷 都希望人家把他叫哥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叫韩哥不叫韩奥 是什么 对不对 并且呢 5系这个级别我们传统看起来是 比较高级的这个级别 但是他的车主也在迅速的年轻化 中国市场 劳斯莱斯 奔驰S的车主平均年龄已经不到40岁了 而5系的车主应该更加的年轻一些才是 所以呢 5系这个外观啊 包括各种的M套件啊 就非常符合实价 中国的年轻人的潮流 这是一台G38也是这一代5系中期改款之后的型号 你看这个灯 之前的天使眼啊 勺子大灯已经没有了 现在变成这个曲棍球样式的L的日间行车灯 同时呢上面有蓝色的这个激光大灯是选装的 而说到蓝色 你看这个车漆 现在5系的广告色已经变成了亮子蓝 初期宝马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这个亮子蓝是之前X3的主打颜色 而现在5系也用了蓝色作为广告色 所以那5系也不但是黑的白的 也有比较年轻化的蓝色了 5系卖得好的原因 第二条这个内饰啊 看起来已经无限接近于7系了 七里七七的感觉 同时呢 这是一个高配的530的试驾车 配置甚至已经超过7系那个级别 你看这里啊 有座椅的通风加热 它们还能同时开啊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这台车其实还有相分系统 翻炼盘那边呢 自动驾驶Pro系统 这是一键能实现车道保持加ACC巡航 并且这套系统可以打灯自动便道 以及60公里以下 铁放双手 应该是目前你能买到的 最好用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我加一个之一吧 以表谦虚 起码别特斯拉的要好用很多 这里保华尾键的影响 晚上它是能发光的 前面有HUD的抬头显示 上面全景天窗就不用说了 它加入了宝马最新的星空顶的效果 这边呢全系标配了手机的无线充电 能容下这个iPhone 12 Pro Max 中间的电视机变大了 12.3英寸 之前是10.25英寸 有完全的iDrive 7的系统 你看这里 手机的无线carplay是全屏的显示 座椅 红色 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火热的头枕 非常的柔软 这是明显比中天款之前 有了一些改定 这里有菱形的缝线 不过这个皮质啊 摸起来就不如之前5系高配的那个真皮座椅 感觉是抚摸少女肌肤 这个呢摸起来 上着脸颊 这个后排呢就更有7系的感觉了 5系加长之后呢 其实空间和7系已经很接近了 我还能通过老板键 一键的把这个座椅向前放 这个时候坐起来 你说和我前两天拍的760呢 可能还有一些差距 没有那个很奢华的小脚垫 但是和入门的730比起来 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呢它还有后排的大屏啊 娱乐系统 以及中间的这个小PAD 这个PAD呢能控制全车的照明啊 照样点啊 温度或者是音响 并且 这是新车啊 我们把 摩撕掉了 这个PAD还有一个摄像头 我第一次发现是不是还能照相 不过啊 这个后排其实还有一些缺失 我发现这没有照样点 或者是隐私玻璃 我们该批评还是得批评 但是其实7系和5系最大的区别 是7系是进口的 德国产的 而5系呢是国产的 所以宝马非常贴心的 为你准备了一个点烟器的小盖子啊 上面写着Made in Germany 车是国产的 但是配件可是进口的 德元宝实锤了 5系上销的第三个原因 你以为我要说驾驶的运动性吗 呵呵呵 时代已经变了少年 确实宝马现在还有一些 开起来很运动的车 比如说我想看没有开到的那个M4 但是更广大的宝马们 7系 5系 3系 X3 X5 X7 它的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是底盘的舒适性 确实我们一直在说 宝马发动机有多好 财富的变重箱有多好 但是相比于同级别的对手 我觉得宝马最明显的优势 和它们不同的是底盘的调教功力 尤其是在比如说国产长州5系 这样的中大型的行政级车里面 就尤为明显 悬架真的舒服的一塌糊涂 我很享受它去过那些减肆带 过那些勾勾坎坎的感觉 因为它传奇起来的 咚咚的那个路感 时刻提醒着我 我的车有多么的优势 宝马一直在说驾驶之夜 其实之前这个夜可能代表着 方向重一点 笔盘硬一点 但是演绎到现在 这个驾驶之夜 应该说的是车好开 而好开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我翻译成我能表达出来的语言 大概就是你想要这个车是什么样子 它就是什么样子 平时我想要这个悬架更软一些 它确实非常的柔软 高速我想要车稳定性很强 确实稳定性很强 当然如果你想要下载道 如果你想要跑山 请买一台同价位的M2吧 5系并不适合 重力方面 这是一台530Li 用的是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和之前一样 还是252马力和350公里 百公里加速 6秒出头已经足够快了 不是吗 但是其实路上跑的5系也有很多不是530 而是525 甚至上一代还有523 它的动力并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我觉得5系的消费者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很强的动力 但是确实是每个人都需要很舒适的驾程感受 你想想啊 它是消费者画像 可能是30岁40岁的男人 他需要一个开起来非常舒服的上下班的工具 同时他需要一个很大的后排 以及非常柔软的底盘 来搭载孩子媳妇父母 这都是5系所擅长的 所以5系卖得好 真真正正是有它自身的原因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这是上一代F185系的广告语 在那个年代 5系还是典型的商务作家 是所谓少部分精英人士的象征 一转眼 十年过去了 如今每个月卖出的那一万多台5系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作为普通家用角色使用 舒适的行驶感受 能照顾到一家老小 先进的科技配位 也能满足年轻的男主人 但是5系仍然与坚持梦想者同行着 因为能开上5系这个级别的车 本身就是当年很多人的梦想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实现了它 并且开着这台车会下一个梦想 不断分析 喜欢记得分享哦 喜欢记得分享哦 或者留意一下 还是不断分析 不断分析